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在我国所有的地铁车站都是有地铁工作人员维护的 如此才能方便人们出行 保证人们出行时的身心健康 但是在日本却有这样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日本有一个车站 车站的站长是一只猫咪 并且还是一只传奇猫咪 它拥有通天的本领 能够将即将倒闭的车站逆袭 成为一个网红景点 这个车站就是日本的贵制地铁站 这只猫已经当了十年的车站站长了 简直就是车站的救世主 贵制站位于贵制川县的最后一站 因此当地人烟稀少 一般没有需求的人都不会踏足此站 在2006年的时候 当地政府打算把贵制站拆除 这一个花无人烟的车站虽然没有人 但是却有动物存在 其中有一只流浪猫叫做小玉 小玉活泼可爱和人接触的时候 不会有丝毫抵触 因此很多人都乐意给它喂食 小玉吃得白白胖胖的 自然也引起了其他猫咪的关注 于是一时之间 贵制站似乎成了一个动物园 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此参观 贵制站又开始重新营业 自从贵制站获得游客欢迎之后 车站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一年时间车票竟然高达1500万日元 车站的工作人员看到此行此景灵机一动 专门请设计师设计了一辆有着猫咪标致的列车 十分玲珑可爱 从它之后 小玉也是越来越受游客欢迎了 她不仅是一个车站的站长 还成为了一个大明星 很多商家都找小玉代言自己的产品 而很不幸的是 在2015年小玉因病去世 当时车站特地为她打造了一个要素 所有的游客都从日本各地赶来祭奠 大家平时喜欢小动物吗 更喜欢猫还是更喜欢狗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